像您现在这个算是比较高的这个特级军收入 您主要花在哪些方面 花在基本上呢 就是过去疫情之前嘛 一个是吃 还有嘛就是去旅游 到这个世界各地去旅游 美国啊 欧洲啊 到这个东南亚呀 去转一转 因为过去上班时间 没有时间嘛 这样的话呢 看一看人家国家的情况 人家国家的经济发展情况 科技情况 对吧 还有风俗人情 去体验体验 去开开眼 主要是旅游 大部分花钱 平时生活呢 像我们也很简朴 花不了多少钱 再说嘛 在上海 我们这些人们都有住房了 原来的住房嘛 都是国家分配的 根据你的级别 分给你房子 后来嘛 条件 空置上去了嘛 好多人就买房子 买商品房 那么这个住房就不要花钱了 吃也吃不了多少 退休了嘛 就像我们早晨 达到太极拳 六一六 像您啊 一个月 您差不多花多少呢 有没有算过 一个月 嗯 一个月 也就是花几千块钱 当时的话 如果旅游的话 七八千块钱 现在 如果不去旅游的话 最多三十千块钱 花不了这个 对 那像您 基本上是一个圈子里面的啊 就是一个圈子 一个圈子 都是一些大学老师 还有嘛 公务员 还有社会上的一些朋友 大家都是一起去玩 基本上很少一个人出去 有个照应 有个照应 像你们高退休金的老人 他们的花费也基本上都差不多 应该是 都差不多 有的时候嘛 叫跳跳舞啊 什么 锻炼锻炼身体 锻炼锻炼身体 跳完舞了嘛 大家聚在一起吃吃饭 其他人也没什么活动 嗯 有的时候嘛 哪里有什么主题活动啊 有什么 最近森林公园搞一个巨花展 我们去看一看 嗯 有的时候到博物馆 博物馆有什么 有什么新的主题了 嗯 比如说有一些展品 这个从国外来的 嗯 比如说上是 法国的一个 一个什么 名画过来了 嗯 那么 斩几钱 我们去看一看 就是文化 生活也很丰富 嗯 就是 以后啊 养老的话 您是会选择什么样的养老方式呢 养老方式嘛 现在 现在我身体还可以 对 基本上没有什么太多的考虑 就两种途径吧 一个嘛 就是找一个人 找一个保姆 到家里来 叫叫这个巨家保姆 第二个嘛 就不行了 就到养老院 现在好多养老院设施很 我们也去看过 还不错了 到那里 大家呢 能自从到河的 啊 或者是原来 啊 统事啊 啊 过去部队的战友啊 一起去啊 啊 养老院也挺啊 也是一个 现在嘛 就是初步的这样子 搞不清楚的 人呢 有的人突然走了 他自己也没有考虑到 所以人这个命运 或者是人的变数 这个年龄以后 这个变数很难说 可以说 就是手一步看以后